两个多月前 一辆大巴车 接上几十位老年人 从绍兴科桥出发 去山东危海看房 朱女士说 她60多岁的父母 当时也在车上 拦都拦不住 为了防止父母买房 她只给了1000块钱 没想到父母最后 还是买了房 月24号 就是端午那个时候 爸说他们 就是接到他们通 就是地产 让他们去危海看房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也反对的 然后他们说 就是已经交了100块钱 就叫当去旅游 朱女士介绍 当时带父母去看房的 是危海银滩 海景地产 绍兴科桥接待中心的小李 她为了防止父母买房 只转了1000块给父亲 作为旅游费用 反正微信就1000块钱的 然后到了那边 他根本给我打电话 说就是那边可能要付款 说可能要1万块钱 那我是不同意 我说你再冷静一下 然后听那个口气 就是已经有点情绪激动 也不太冷静的感觉 然后就是后来他又 然后我就说不同意 后来电话挂断了 朱女士介绍 两天后父母回来了 还带回来一份认购协议书 购房人写了父亲的名字 说是买了山东威海 爱琴海景东区的一套房子 总价30万元 交了订金1万元 还欠订金4万元 43个平方的 30万 43个平方 6千9单价 便宜啊 对啊 所以他们就觉得便宜的 其实事实他们那边根本不值这个钱 我就找了找了一个房产中介 加了他微信 就是微海那边 当地的 对当地的 他怎么说 然后他跟我说 就是我说我要买房 他说你千万不要找那个看房的 他说你就找我们 因为我说为啥 他说那个贵 腾文小区反正三千 三千左右 朱女士介绍 他咨询过山东威海当地的房产中介 对方告诉他 同一个小区 其实房价只要三千左右一平方 这样一来 他认为父母被忽悠 买贵了 那你仔细买二十房划算了 那二手房跟一手房差别大吗 那差挺多呀 现在二手房是多少钱 价格 二手房 二手房的话 均价的话 又是个三千多块钱吧 三千多 有的用不到三千 用不到三千 哪一年的 零七零八年左右的房子 那么现在卖的就是爱情海警的那个 二手房是那个零七零零八年的是吧 对 我那个叫爱情海警东区 它写的是爱情海警 就看不懂 那可能 那他可能也叫爱情海警 他在爱情海警东区后边那几栋高层 朱女士父母买的是七房 这位威海当地的房产中介工作人员介绍 要买就买二手房 你要来一单买房的话 你就买二手房 二手房便宜 纪念米包 你要买一手房的话 你就是花大脑钱的 买进就亏了 你意思是 买进就亏了的意思吗 一手的 是房贵啊 如果买进卖出呢 还值这个钱吗 那指定不能值这个钱了 那还值 买完的话 你现在再卖 肯定亏啊 认购协议上 开发商是威海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留了一个固定号码 打过去没人接 威海银滩海景地产绍兴科桥接待中心上了锁 里面没有开灯 朱女士联系了业务员小李 对方说 他们去绍兴盛州搞团建去了 对于朱女士质疑的 为何同一个小区 二手房和七房价格相差一倍 业务员小李也做了解释 那不是也差不多吗 也在同一个地方呀 你一个区域的价格总是定下来的 不可能说你旁边一点就价格差一倍啊 对不对 而且他也是电梯房 那房子是布梯房 你去看一下 你可以去看 什么房 什么房 布梯房 布梯房 他一房 爱电台整个一区 那种可以全天放一下去 你可以去看一看 让朱女士感到纳闷的是 当时自己明明只给了父母 一千块钱的旅游费用 父母怎么还是买了房子 当时付的定金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然后后来在打给我的时候 就说有一个陌生的人 一个阿姨说 好像借他九千块钱 然后说一万块钱的话 陌生人凭什么借他九千块钱 对 那不认识的 那个阿姨 后来就是当天才加的微信 我说那我把钱立马转给你 你还给人家 借人家钱总不好的吧 朱女士介商 她当时赶紧给父母 转了一万元过去 让他们把借的钱还掉 那一万块钱 后来回来的时候 在跟我说 说是又 他们忽悠 他们说是有什么 点钞可以抵现金活动 那一万块又转到了 地产那个上去 认购协议书上 有一段手写的文字 著名以抽一等奖 西双版纳油 装修合同以前 买售人以现场付款 两万元等等 相当于 朱女士的父母 已经支付了两万元 其中有九千元 是向别人借的 我们年纪带到那糊涂了 那当时为什么 心动买了呢 这样子的 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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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困呢 这里好 这里好 怎么困呢 这里面两块 空气好 你看到 对 别义 这里哪个好 这样好 就好 拿着糊涂了 朱女士的母亲说 当时给对方看过手机 微信零钱 只有女儿给了一千块 但是有位文娟 这里暂且不说 对方姓什么 当时主动表态 朱女士介绍 他们联系了中介的小李 对方发来一张借条的照片 写明朱女士的父亲 于2023年6月24号 向文娟借款 共计人民币9000元 定于2023年7月9号偿还 借款用途是购房 你妈妈认识的小姨 我妈妈认识的小姨 但是我们不认识你的呀 那小姨 怎么没有借钱给我妈妈呢 小姨没有钱 她没有钱 然后你刚好带了 带了一万块 9000块 我等一天 我等一天 你妈妈说 要买 不要买 我刚才就笑话 我说你一定要买吗 我有 那我今天买得多 我是这样的 那你自己后来 有没有买这个房子 我买了 我去前年又买了 那你怎么还要去看房呢 你还想再买一套吗 不是我去看房的 你是去旅游的了 朱女士的母亲介绍 她确实认识小姨 但小姨自己也没有买房 当时一堆人围着自己不停地劝说 本来只有一千块钱不太想买 但当时文娟很热情地主动说借9000 他们为了面子也就买了 我跟你说 我们一到七处是 有些是朋友的呀 那你是不是他们找你的托呢 就是让你在那边哄的 让我妈直接买 我不会哄的 便宜没那的 我会那个去哄你妈妈 你妈妈喜欢买了 后来她说 你给我露手 这样就说 我在家里还给你的 这样的 朱女士表示 父母买房最终还是子女买单 她认为父母遇到了托 被忽悠了 想把订金退回来 之后再把9000元还给这位文娟 小李啊 小李你好 我是那个浙江电视 188环境的妻子啊 你说 她认为他们老人 被你们叫过去旅游 是有点那个了 因为我们就得去看房子 嗯 这个时候有事了 去看房子啊 不是说带他们去旅游吗 我们就看房子啊 其实说是进出都看房子啊 你这个不得不让我怀疑啊 我爸带了1000块钱过去 然后结果你们借了他9000 然后让他签了这份协议 然后后来我转过去的1万 让他还钱的1万 那你们又让他说什么活动为由 然后让他又转给你们了 然后变成2万都在你们那边 地产那边了是吧 那老年人确实好骗 不像我们年轻人 因为你们拉过去的都是退休的 有退休工资的老年人 朱女士目前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818黄金一言记得报道